所以李自成失败 重要的因素就包括他没有一个成本的战略计划 因为原来作为劫匪他就是今天吃了 不管明天今天抢到就吃没抢就饿 他就没有一个三年五年 虽然最后有一些经济政策 但是这个时间给他太短了 你比如说1642年1643年才开始逐渐的说安定地方 但是对他时间太短了 粮食要半年才一熟 朱元璋还知道采纳蒙氏的广急连缓成王 他的安抚李自成安抚 安抚他的属地 安抚大顺政权的属地 仅仅是当时的一地一侧 所以他失败就失败在这里 你没有预案 你如果是进北京 我打上了怎么办 打不上怎么办 那么退兵从北京往陕西撤 撤回来 预案也不足 就一心想跑回西安 我跑了远 结果别人也追得快 别人快嘛 追你追得快 也没有预案 打了西安 西安守不住 打了同关 同关守不住逃西安 西安守不住逃襄阳 襄阳守不住跑午餐 他是被动的 本来还有可以说四川是一个大后方 但四川是张愿忠 他如果往四川跑的话 前一张愿忠 后有满浙八旗 吴三桂 那不是又成贾心铭 所以他只有想往福南 穿过江心往福南 福南你原来都没去 跟我说老实话 你相当于开变一个新的地盘 如果你有计划 有筹备 你有人才在内的话 何不一早就派一支部队 往江南的方向 对吧 往江西 江苏 浙江 福南 往这些地方 哪怕是实验性的 后来太平天国就是 就是往江南的方向 所以太平天国的时间 就还更长一点 他就是因为 他你只是说 陕西 河南 山西 不足以支撑你的 新的政权 他的经济实力 他的人力资源 都不足以支撑你 何况在强大的 对手的打击下 你抱头数算的情况下 你就是建立起了根据地 也不太容易守得住 你比如说 我在同关 我在太原 我在太原 我同关 我南洋 我西安 每个城市建立了坚强的根据地 如果 吴山桂带着 满车扒起来 你也是守不住的 因为对手太强大 所以 历史学家说 李日成没有根据地 这个是他失败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 有可能 占一部分因素 但这个不是绝对的 那么后人 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就是和他当一个 和他几乎差不多 当时的名人 是怎么评价他的 就是在李日成 后几十年 一百年左右 你理论这个事件 你明辩 离明末明辩事件 稍微近一点的年代 特别了解 明末明辩 的南洋去脉 比较了解的 厚一点点的人物 是怎么评价的 比如 咱们 出品的 我们就要评价的 这两个人 是怎么评价的 还没什么评价的 这两个人 一直在到的 这两个人 是怎么评价的 浑 虽然有很多史料说李志诚没有死于九宫山 古代战争研究会来分析 李志诚死于九宫山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此后再也没有 包括李志诚的部下所有的抗侵的过程 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李志诚的消息 所以说他的出家说 他的到隐姓埋名到其他地方说 都站不住脚 但是清廷清王朝的将领 向北京汇报的时候 证据也不是很充分 因为毕竟人也不是他们杀了 就是说当地村民杀的 还就抢到了金印 那金印上面写的是李锦 所以说的出入还是有人大 后来这个金印到底去哪里了 也不知所踪 然后说那个陈九伯啊 就是一说是用锄头打到李志诚的后脑袋 这个说法就好像是如亲眼所见的 越是传的贵舌贵舌 如亲眼所见 越是不是那么可信 然后陈九伯把李志诚那个随身的宝剑 然后作为传家 如果说真的是陈九伯杀死了 就有这么一个人啊 杀死了李志诚 那个宝剑可能留在他自己家里 作为传家宝剑吗 作为自己传家宝吗 不可能 清军将领不收起走 不拉 作为战功 拉起走吗 对不对 这最起码的 但是他确实是死在九伯山 至于什么的证据 精英 宝剑 类似一说 在乱哄哄的过程中 有可能就遗失了 我们来说 39岁死于九伯山的李志诚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失败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两个争议 有两个盖棺论定的评价 历史上有两个 从清初到民国到现代 历史学家也好 名人也好来评价李志诚 基本上是说他失败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后期腐败 后期腐败 是指到北京以后 那么3月27日到4月21 那么不到一个月腐败 就突然 因为这不到20多天的腐败 腐败 然后就葬送了他的 葬送李志诚的事业 葬送了大顺王朝 葬送了大顺政权 一个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他腐败了 管不住军队了 对吧 那么第二个说 李志诚失败的原因呢 就是说他不懂政治和经济 没有根据地 然后钱粮不支持 我们古代战争研究会认为 上述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真正的失败原因 我们有一家之言 第一个我们认为 李志诚在1644年 三月底四月初 吴三桂 降而复叛 降而复反 这个是他没有意识到的 那么他突然增加 不算难民 突然增加了两位强大的对手 他的对手太强大了 这个是他最主要的 失败最主要的原因 对手太强大了 你准备的再好 你的钱也好 你的粮也好 你的部队几率再好 你遇到强大的对手 跟你交锋 实际上事实也是证明了 他一片时打败以后 才开始逃亡了 之前还信心满满 我们认为最大的原因 一就是对手太强大 这个是李志诚之前没有意识到的 包括他在进京的路程中 黄太极派人来联系他 冥王朝的天下 里外印河 破山海关 打北京 李志诚都拒绝了 很亲密的拒绝了 他没有意识到满着八旗的武装力量 强大 第二 吴三桂都名目的 关灵铁骑的精锐部队 如果中原大地上 如果当时中国的强大的军事武装的话 按规模人数装备 这几个条件来说 满着八旗肯定是排第一的 四肢就是吴三桂的关灵铁骑 第三才是李志诚的大孙军 军事实力 以军事实力来说话 你比如现在美国 比如说二战的纳粹 他政治也不正确 他的经济也不是多么好支撑他 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很强大 就碾压其他的对手 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强大的军事 反击的话 最后还是苏联和美国 军事实力比他强大 才打垮了纳粹 所以战争永远是比综合的军事实力 那么李志诚的综合军事实力 比不上满着八旗 也比不上打不过满着八旗 甚至有可能打不过 去做振発 我们这个军事实力 是 还有 怎么进але 考图场以上 打下来